亞里斯多德你就一定要先認識兩個人 一個是他老師 一個是他老師的老師 就像你要知道我們的這個教學的內容從來 你就要先認識許思寅老師 你要瞭解許思寅老師 你就要先瞭解他的這個老師叫做吳青山老師 所以我們是一脈相承道統 姚順雨湯文武周公 朱西王陽敏思中山蔣中正 吳政主吳青山許思寅周順青 像一脈相承叫做道統 還獲得是不是 不小心把他獲得 偉人啊 吳青山也還獲得 這個都是怎麼樣 道統 所以亞里斯多德就是這個最重要 他的這個希臘三者嘛 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 他們是師生的關係 首先蘇格拉底大家知道我之前介紹過了 他的這種研究學問的方法叫慘婆法 他那個時代背景是 因為他們希臘的每個城邦 都是很重視政治 選舉 然後選舉選贏了你就能夠有一定的影響力嘛 當這個城邦的領袖等等 選輸了就被關 選輸了就被關 選贏當上也沒什麼用啊 通常一卸任就馬上被關 重視隱藏八成 那時候什麼人會當選 因為你要選舉就要發表你的政見 最會講話的人最容易當選 所以他們那時候最流行的學問叫做熊變數 大家去學習上課 去補習班補習都補什麼 補熊變數怎麼樣變過大家 有沒有 那時候最厲害的一個辯論大師叫做那個 比德哥拉斯 他很厲害 他很會辯論 對啊 等等的 那 蘇格拉底他就覺得說這些人 他們都沒有資格當政治家 因為他們要掌握整個國家的發展的趨勢 可是他們什麼都不懂 他們就只會辯論而已 耍嘴皮子嘛 他們為了推翻他們怎麼辦呢 他也不一定變得贏他們 蘇格拉底口才也不一定好 他發明了一種方法 叫做這個 怎麼問他就問他說 跟他隨便討論一個問題 然後呢 他如果講出一個答案你就再繼續問他 譬如說他問他說 請問你這個 道德是什麼 那對方可能會說很簡單啦 道德就是你要遵守法律 不能犯法 那蘇格拉底就會再問他說 遵守法律就是道德嗎 那如果这个法律是很奇怪的法律 譬如说从现在开始 我们国家内的犹太人都要抓起来 进击东营然后杀掉 那这个是法律啊 那你要遵守吗 那个人就说好像不是 那道德应该是这个 这个 这个遵守正确的法律 什么等等的 他就一直问啦 问到最后面会发现 那个人没办法回答出来的 所以代表那个人其实是无知的 他不知道真正的答案 他平常在那边雄辩只是讲的自己很懂的样子而已 那苏格拉底这个方法 他不是要辩引其他人 他的方法是要引起大家知道说 其实我们都是无知的 那无知怎么办 苏格拉底我自己也不知道啊 可是我们可以藉由讨论 藉由哲学的思辩找出真理 那这样子都会对我们国家比较有帮助 而不是在那边雄辩啦 可是他推长这套很厉害 的确打赢了很多雄辩家 因为大家都回答不出来嘛 你一直问到最后一定会回答不出来 这样你就会问到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 小朋友都是这样子嘛 那个吃饱饭赶快去写作业 为什么 你明天不是要考试吗 为什么 去学校就是要考试的啊 为什么要去学校 哈哈哈哈哈哈 啊这念书才能够找到好工作 为什么要找好工作 才能够赚钱 为什么 压功 哈哈哈 对啊 问到最后你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所以他折扰了很多这些雄辩家政治家 所以他们当选之后就把他抓起来 然后又把他处死啊 对啊 所以苏格拉底就处死了 他被处死的时候 有一个学生在下面看得很激动 那个人叫做柏拉图 是我的老师这么有智慧 然后你们这些人什么都不懂 啊最后智慧的人被处死 愚昧的人得势 这样怎么可以呢 所以柏拉图从此对 民主政治感到失望 他说不能用这样子选举的 为什么 这样子选举都是一些笨蛋 当那个政治人物嘛 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 哈哈哈哈 那没有用的啊 所以应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找出一个最聪明的人 这个人 他叫做哲学家皇帝 由他来当皇帝统治大家 那这样的国家就会比较好 因为他最有智慧嘛 这个人最有智慧的要怎么产生呢 用教育的 所以他就开办了一个学校 那学校里面专门在培养这些哲学家皇帝 然后在他的所有的学生里面 最杰出的一个叫做亚里斯多德 他是当选这个 可能第一名毕业 那柏拉图就好 那你去竞选 我们来当皇帝 他就说你这一套行不通 没有什么哲学家皇帝 什么 对啊 柏拉图他的理论是说 那个理型啊 他觉得所有的事物都存在一个理论的形态 那我们这个平常所见的东西 都是这个理论的形态衍生出来的东西而已 比如说理论形态是什么 比如说三角形 正方形 圆形 这些东西都是理型 那我们平常看到 比如说球 你说这颗球是圆形的 可是它其实不是圆形的 它没有那么正圆 它是从这个理型推展出来的 所以他也觉得说 有一个理想国啊 柏拉图嘛 然后呢 这个理想国就会有一个理想的皇帝 叫做哲学家皇帝啊 在这个理想的皇帝 他应该是什么都懂的人 最有智慧的人 所以大家听他的就没错 可是柏拉图 雅里斯多德说 没有这种东西存在啊 比如说 按照你柏拉图的说法 我们看到一匹马 为什么我们会知道这是一匹马呢 因为我们头脑里面有一个马的理型 所以我们知道说 这个跟那个马相比 它是一匹马 可是它稍微矮一点 怎么样一点 它说这没意义啊 那理型根本不存在 其实也是我们想出来的嘛 倒不如怎么样 倒不如我们去分析每一匹马 有什么共通的地方 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马都是有四条腿啊 脸都长什么 脸都很长啊 还有中毛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 都有这些特征的人就叫做马 有一种马 它是身上有斑纹的 这个没有 这种叫斑马 什么的 这个虽然长得很像马 可是有点不一样 所以叫做驴 它去分门别类 所以它才发展出我刚刚后面讲的那些理论怎么样去分门别类嘛 它就去分析这些东西啦 它至于怎么解决哲学家皇帝的问题 它说哦 它也不是要去找一个最好的管理政治的方法 不是 因为它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嘛 包括它自己的理论它都有说啊 它说它的理论不是最正确的 因为它只是大概提出来而已啊 大家可以来讨论的 所以它觉得也没有一种最好的政治管理的方法 应该怎么样 应该是我们去分析各种政治的方法的好处跟坏处 那你再去想说你要选择哪一个嘛 或我们现在此时时刻最适合哪一个嘛 所以它就讲说如果是这种皇帝的 像柏拉图讲的这种政治的取向就会形成一种结果 就是这个过于极权 啊如果是这个选举的民主的呢 那它的坏处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渔民 然后选出一个很笨的人 然后这个人来领导 那么整个国家就完蛋了 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有一种叫做寡头政治 贵族型的 就少数几个贵族才可以来 担任这个统治人 但是去分析有各种形态嘛 然后各有什么好处坏处 所以这个是亚里斯多德 跟他们前面两位老师 这有一脉相承的这种关系